观众朋友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TV 今天是美东时间2023年1月1号星期天 一起来看一组最新消息 2023年1月1号,中国多地爆发民间烟花抗命 民众为了燃放烟火对抗警察的禁令政策 31号晚上,武汉几十万人突破警察的封锁 涌向江滩公园庆祝跨年 网友发布的视频显示 武汉当局出动大量警察在江汉路上设置路障 试图阻止民众聚集,庆祝跨年 一度还包围了不少上街的民众 但走上街头的人成千上万 警察根本无力阻拦 上万的民众手里拿着气球 沿着江汉路步行街欢呼狂奔 把活动变成了跨年游行 同一天晚上 河南许昌人民抗命警察 不顾公安维稳围堵 坚持在户外燃放烟花 最后让警察也束手无策 而州口泰康县也出现了同样的事情 最后警察只好默许 随后,有人在警车旁边燃放烟花 以表庆祝 山东某地 一辆私家车不顾警察在后面追赶 坚持一路燃放烟花庆祝新年 而在南京市中心的新街口中心广场 中共出动警察阻拦 但市民冲破封锁 手拿气球 来到孙中山的雕像下 放飞气球庆祝跨年 2023跨年之际 中共政府的开放政策 导致中国正在经历2020年以来最严重的全国疫情 造成近10万人感染 从南到北各地的殡仪馆都难以附和 网友传出的视频显示 在1月1号凌晨 青岛云山殡仪馆的桑葬事务车辆排长队 当地民众连夜运送亲人的遗体 面对这样惨烈的局面 中国人民的不满成了社会矛盾的压力锅 因此,有网友评论说 人民放的不是烟花,而是怨气 不让放,大家就一起放 老百姓要自由,要快乐,要过年 民意不可违,天要为之 最终会有更多的烟花绽放 1月1号 大批河南村镇银行的储户手持白纸 徒步走在高速公路上 高喊还我存款 网友发布的视频显示 在1号,大量储户徒步走上高速公路 去郑州抗议 据悉,不少受害者储户 成为地方政府大数据的追踪对象 火车,汽车,飞机 甚至连自驾出行都会被跟踪监控 所以他们约好 采用先分散到达郑州边缘 在徒步去郑州市区维权的做法抗议 视频显示 在寒风中 储户手持白纸 有的在纸上写着河南村镇银行存款不能取 有的写着一个大大的冤字 在储户到高速公路徒步维权后 河南村镇银行开始对储户打电话维稳 说京省政府研究决定 接下来会兑付50万以上还没兑付的本金 让人留意接下来银行的相关信息 但他们只说有这个方案 具体垫付还没有时间表 另有储户说 他们后来发现 客服不承认这些言辞 而且态度恶劣 知情者说 在上午10点后 维权储户全部失联 手机关机 不知道被送到哪里去了 据悉 之前维权的储户已经多次起诉 渝州新民生村镇银行 但当局都不给立案 2022年4月 河南多家村镇银行几乎在同一时间 毫无预警地关闭了线上 驱款和转账功能 引发储户恐慌 随后爆发几轮大规模的维权抗议活动 7月15号起 当局启动小额垫付 大陆媒体说 在存款额低于5万元的储户中 有大约超过300人拿回了存款 但是仍然有很多人的存款下落不明 虽然抗议未遂 但是网友说 他们的努力没有白费 有网民在1号留言说 白纸革命让很多人看出来了 中共公安也不是无所不能的 是个纸老虎 以后 这种群体性的不服从会越来越多 1月1号零点 克罗蒂亚正式加入深根区 成为第27个成员 克罗蒂亚也采用欧元作为货币 成为欧元区第20个成员 克罗蒂亚边境哨所的大门开启 欧幕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和克罗蒂亚总理普莲科维奇一起 同斯洛文亚总统穆萨尔在克罗蒂亚布雷加纳镇的边境哨所发表讲话 称赞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 冯德莱恩说 我们在克罗蒂亚和斯洛文亚的边境证明 现在有了一个新的起点和篇章 克罗蒂亚央行对法新社说 加入深根区并使用欧元将为克罗蒂亚带来经济稳定的源泉 社会中的每个人都会从中受益 自1991年从南斯拉夫独立以来 克罗蒂亚经历了长达几年的动荡期 在2013年正式加入欧盟 本次加入深根区和欧元区 目的是为了保护克罗蒂亚免受通胀、能源危机和俄国入侵乌克兰造成的动荡打击 从1号开始 克罗蒂亚跟欧洲邻国的陆地和海上边界检查将被取消 而民众也可以从当地的提款机上提出欧元 这样的做法受到了克罗蒂亚旅游业的欢迎 在今年 当地接待了超过1500万游客 总数是当地居民人数的4倍 中共当局在刚举行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再次强调 要抓以乡村振兴为重心的三农各项工作 并提出了一些工作目标 对此 专家表示 相关言论中存在陷阱 中共喉舌新华社报道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北京举行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说 当前要锚定建设农村强国目标 还说要实施新一轮的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 抓紧制定实施方案 美国经济学者 时政评论人秦伟平对希望之声说 这次会议的一些提法确实引起大家的关注 因为现在民众比较担心 一个是粮食安全 另一个是中国现在年轻人失业很严重 评论人恒和向希望之声分析 农民没有土地所有权是问题的症结 如果是农业私有化 然后所有的土地可以买卖 自然有人会去务农 而且务得很好 这就是社会主义永远要失败的地方 恒和也指出 当局让农民返乡 是因为城里没有工作机会 叫大学生到农村去 是因为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 今年民营企业都被当局的政策打垮了 就解决不了就业问题 现在这个政策是搞新知青上山下乡 知青到农村去没有积极性 是拿不到工资的 因为农村土地是集体所有 谁能够付他的工资 谁能够养着他 国家肯定不会给钱 他靠农村种一点地 肯定养活不了自己 所以为什么当局要叫企业去 就是想叫企业去设法负担 这批人的收入 又是敲诈私营企业 上个月 有香港媒体报道说 严格的防疫风控措施 一度迫使绝望的中国农民 亲手摧毁农作物 可能危及粮食安全 中国粮食危机在酝酿中 山东农民程先生告诉希望之声 确实有上述的情况 他说 有一段时间 像我们这里疫情特别严重 风控的严重吗 风控的厉害 车辆不准来来去去 扯扯拉拉的 时间也不一定 有时候这个时间紧一点 有时候那一段时间紧一点 根据情况来的 根据我们这个地方 这段时间有多少阳性的 本台记者良心采访报道 在2023年的跨年夜 俄军持续对乌克兰首都基辅 和其他七个地区发动攻击 造成至少6人丧生 50人受伤 在遇难者中 有三人身处乌克兰西部的赫梅里尼茨基 其中包括一名22岁的女子 另外三名遇难者位于顿涅茨克 同一天晚上 乌克兰空军击落了45架伊朗制造的俄军无人机 根据乌克兰地方政府的说法 基辅在31号下午遭遇了十几次袭击 其中有一颗导弹落在市中心 导致酒店的门面被炸 多起事故造成20人受伤 其中14人住院 另外6人在现场接受治疗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严厉谴责俄国的行径 并说这种做法绝对不会被原谅 他使用俄语谴责说 莫斯科发动的这场战争 不是为了历史 而是为了权力 所有的俄国公民都应该知道 当权者正在以以孤行 并且毁了国家的未来 泽连斯基在对乌克兰人的新年问候中说 乌克兰人自2月份以来抵制对俄罗斯的侵略 在新的一年中 乌克兰人将会夺回失去的领土 最近几个星期 俄罗斯抛弃了乌克兰各地的关键基础设施 导致不少地区在延东期间 无法获得供暖和电力 乌克兰总理史米哈尔说 俄国通过这些袭击想要制造黑暗 让乌克兰在黑暗中过年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31号说 俄国发动了大量袭击 在30号 有26次空袭是针对民用基础设施的 此外 俄方还用多管火箭炮发动了80次袭击 平民住宅区也遭到袭击 在前线方面 俄军继续在莱曼和巴赫姆特方向进行进攻 并持续向扎波罗热和赫尔松地区的几个城镇和村庄开火 接下来请看一条体育新闻 在梅西举起世界杯冠军后不到两周 沙特阿拉伯的足球俱乐部利亚德胜利队 宣布了空前的决定 为世界上另一位超级巨星球员C罗 提供一份2亿欧元的免税合同 附加1亿欧元的签约费 这使C罗成为了世界上具有最高薪水的球员 在签约完成后不到24小时 沙特方面说 利亚德已经出现巨星效应 大量沙特球迷赶赴足球装备店 排起长队 购买意有这位顶级球星姓名的黄篮球衣 盛况空前 沙特当地的年轻人说 这笔交易证实了沙特俱乐部的价值 激起了人们对足球的热情和期待 沙特青年伊纳夫告诉法新社 我一直希望沙特的俱乐部 能获得世界上最好的球员 由于罗纳尔多的加入 我会想在体育场观看他的所有比赛 利亚德胜利俱乐部在社交媒体上写道 这不仅仅是在创造历史 这是一笔签约 不仅会激励我们的俱乐部取得更大的成功 还会激励我们的联盟 我们的国家和子孙后代 男孩和女孩们成为最好的自己 而C罗本人说 这是一次最佳的前往亚洲推广足球运动 分享经验的时机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国际风云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赞订阅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请不吝点赞订阅